中午1点钟,我们现在在汕头共和市场 那我以前是住在这附近的 今天我们来吃一家小炒店 为什么来这家呢? 因为很怀念这一家的味道 我以前住在这附近 有一些自己特色的菜式 重新回味一下 你应该开了很久不够了? 不够了这个啊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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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家哪一家呀? 一家哪一家呀? 一家哪一家呢? 一家哪一家啊? 一家哪一家呀? 明明是两家都是两家 哈哈哈 我怎知道这个不够了 我刚才不是够了 这家家子有这样的啊? 儿子吧 菠萝加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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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印象中很深刻 现在在炒的啊? 十年前的那种记忆了 已经 我们现在吃的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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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的 吃的,吃的,吃的 吃的,吃的 吃的,吃的,吃的 吃的,吃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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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鸡汤,这个是鸡肉 牛肉的 这个是鸡汤 这个是鸡汤 以前为创文之前呢,是可以稍微 摆一下路边汤,在门口摆一下,楼下是有的做的 不过现在呢,创文呢,我们就只能上 二楼,先上了两菜一汤 3点 这个印象没有那么深刻,今天过来 特意店的,这个呢,是老板推荐的 这个呢,是老板推荐的,鸡汤 它是鸡汤包的 不是啊 我以为给这两个菜呢,是要 把这个袋子树包在菜里面 真的有这个 嗯 嗯 你看 这一层 是这个,刚刚老板娘说的 这个是,是荷米 这里面有加了蛋,加了一些蔬菜 还有加了马蹄嫂 我七点了,外面很酥,然后里面非常的鲜甜 它会爆汁,你看 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很 我还记得很 三点 哇 很脆 很酸甜 不够的酸甜 我还念已久的菠萝炒饭 炒了鸡蛋,菠萝,腊肠 还有一点点芹菜 这个饭,要突出的味道呢 是菠萝炒腊肠 你能吃得出菠萝的那种酸甜 以及辣肠的那种大味的那种风味 我这饭 我是隔夜饭有点嫩 我觉得隔夜饭可能炒鸟更好吃 好,西瓜是吧 谢谢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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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老板给了两块西瓜,夏天姐姐说 苦瓜汤就不用跟大家多介绍了 苦瓜汤属于家常菜市 阿伟特色美食 老板说 他们应该是在9月份 会装修 那如果大家来的时候 刚好遇见在装修的这个期间 他们可能就没有开店 等他装修好了大家过来吃 就会有一个全新的环境 那今天这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我下一个视频很特别 我要去拍潮汕的一个鱼胶工厂 取鱼胶 很多很多的免鱼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